周一的午餐时间 康伯医院的餐厅 菜色一律没有肉类 康伯医院成为肉佛周第一间 推出周一五肉日的医院 幕后推手是内科医师蔡美平 他自己也是慈激职工 希望把蔬食对健康的好 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蔬食不是关于宗教 其实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环保 身心环保 跟一个地球的一个环保这样子 我是相信 不管是医护人员或者医生 或者病人或者家属 他们都会比较容易接受 每个食物或食物的食物 会帮助减少水清水 和在環境中的氛围量量 所以想想如果你们吃一整天 5米的食物 那可以减少CO2 在環境中的氛围量量 健康饮食从餐桌开始 舒醒味蕾 不能少你一人 大约新闻 这是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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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